不喜欢吃香菜 我觉得香菜就是一个地狱上的东西 地狱 地狱种植的植物 我还有什么不喜欢的 反正就是我肉类的东西不喜欢 那菜类的我几乎都很喜欢 我非常喜欢吃菜 我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 但我非常讨厌香菜 为什么那么讨厌香菜呢 我们就来看我们下一张梗图 讨厌的食物 香菜 这一只海豹是我觉得 所有生物里面最聪明的一只海豹 因为它知道 它把虫肠放了一个香菜 鲨鱼就不吃它了 可是海豹你有沒有想过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这只鲨鱼超爱吃香菜怎么办 你一定是第一个被解决掉的 有够呛的 那一只鹿就是我的脸 有的时候他们不是吃什么大肠面线 喝鱼丸汤供丸汤萝卜汤里面 都要加香菜吗 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我觉得加了香菜 原本很美味的东西就被打折了 我没有说我完全不能吃这个东西 但我觉得它就是在一个食物 在一个料理里面是完全没有加分的 在我这边就是过不了好吃那一关 加了香菜的东西等于不好吃 我就是不喜欢吃香菜 可是我的朋友就会觉得我超怪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就是 吃东西的时候 如果不加香菜 感觉这一道料理就失去了它的灵魂或什么 哪有 明明就是不加香菜这个东西才有灵魂 加了以后就变成地狱来的东西了 所以我跟我朋友有时候在吃的上面会打 就是有点打架 就是我们在讨论吃香菜这个东西 你们吃猪血糕会加香菜吗 吃猪血糕加香菜 你们不觉得猪血糕那个软软糯糯 还有那个花生粉香香的那个口感 就被破坏掉了吗 香菜吃起来对我来说 很像是在吃路边的野草 就是有种很奇怪 受不上来的味道 可是喜欢吃香菜的人 就恨不得可以直接只吃香菜 再可能撒一点盐巴 加一点酱油 就可以吃掉一大盆 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不过前阵子有看到一个报道 它是说吃不吃香菜 喜不喜欢跟你的基因是有关系的 可以接受身体里面 香菜的某种物质信息 所以它在你的身体里面 会变成好吃的味道 还是变成不好吃的味道 甚至有些人会吃到一种肥皂的味道 那都是看你的基因决定的 所以我不喜欢吃香菜 大家不要再说我挑食或什么 那跟那个没有关系 那是我基因决定的 Inside 我真的很讨厌吃香菜 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形容香菜这个东西了 香菜吃起来就 我要怎么形容它呢 我其实会把东西形容得很奇怪 就像我问大家有没有喝过西西里咖啡 西西里咖啡是一种加了柠檬的咖啡 它是一种黑咖啡 但它会加柠檬片跟柠檬汁在里面 但是西西里在我这边 我不懂得欣赏 我就觉得喝起来很像冷掉的牛肉汤 我就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形容词 然后薰衣草鲜奶茶在我口中喝起来很像邪油 我不喜欢薰衣草 香菜在我这边吃起来就像 就像在吃路边的野草 而且还沾了一点扁扁的那种 就是它这个味道真的很糟糕 它现在有一股臭味 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再形容它了 它看起来就像路边野草 吃起来就像沾了狗大便的野草 OK在我这边香菜就是过不了这一关 小姐坐下来原本你都已经吃饱了结账又叫一碗 我就好奇是小姐让你太下饭 还是你站不起来 只好再点一碗坐在那边 哦 那个男的好帅哦 诶 不知道他在吃什么诶 诶 那个女生胸部好大 而且吃饭的时候你们不觉得很害怕踩雷吗 如果今天吃到一个东西很好吃 我就会开心一整天 但如果今天吃到一个东西超雷 我就会整天整天就很无足 就说今天怎么吃一个难吃牛肉面 怎么会这样子 所以现在有很多可以让你去参考的数值 就像Google Map上面的五星评价 可能4.5颗星5颗星或什么 你就可以用这个星星去评餐厅 但是你真的到那间餐厅以后 看别人桌上就知道了 看别人桌上人家点什么你点什么 基本上都不会踩雷 因为它好吃才会点嘛 你看它吃的那个表情 还有看它吃的干净程度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吃 如果它吃的一干二净还是那种很开心很满足的离开 点它那个绝对没错 如果它今天吃一半就不吃了 那先不要 考虑一下要不要换一间 真的很害怕 如果你今天跟一个朋友约吃饭 你问他说你想吃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跟你说我随便啊 完蛋了 你知道这个真的是很容易让有情有裂缝的一件事情 因为如果今天你说随便 然后我选了我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你有打枪我 你如果打枪我的话 我会觉得你很不尊重我的选择 可是我又怕你吃到不想吃的东西 所以我还是会尊重你打枪我这个选择 那如果再选下一间 你又不喜欢 那你又不愿意发表意见 如果今天约你出去吃饭啊 我重点不是我们要吃什么东西 或者是我们要去哪里吃 重点是我想要跟你见面 我想要跟你聊天 吃东西只是一个辅助而已 吃什么无所谓 重点是跟你聊天啊